各位朋友,歡迎來到恐怖一粒鐘的晚上 今天講香港區的鬼故 有一個聽鐘發了鬼故過來 有十幾個聲音,打算發給你,叫你聽 我想你也沒空聽,所以我聽了就算了 發了幾次給你都沒有聽 我想說,這一陣子中了COVID之後 我以前一聽完那個朋友的鬼故 我完全可以背出來的細節 我現在真的聽完之後,我要很刻意去記 還有有幾段東西是完全忘記了的 以前你記得記得的? 記得了,只聽一次就可以記得了 為什麼現在不行呢? 不知道的就是,總之就不行吧? 是啊,很恐怖啊 你記憶力本身是否正常好一點的人? 我不是的 不是的 我不是的,我覺得有點讀寫障礙 例如我看著一邊的東西,我是不可以照著讀的 一定是我聽完,你說完這個版本之後我再說一次你的版本出來 我一定要聽,看著讀我是不可以的 但是數學那些沒有問題的? 因為符號那些 是啊,是另外一個東西來的 就是equation那些有記到的? 是啊 你拿了一張白紙,你可以寫所有equation下去的 然後拿著那張紙去考試的 所以其實不需要背東西的 所以你要知道方法是怎樣的,你就用你自己的方法去研究這些 你突然說到讀書那些 我想問各位聽眾 你從小到大有沒有啟蒙老師的學校 你應該在哪方面有天賦的,你應該點點點的,有沒有的? 沒有的,真的沒有的 都是老點叔叔來的 整家學校的老師從小到大認識的都是老點叔叔來的 沒有的 純粹都是他教過科,他不是會講過科的東西嗎? 即是沒有人心導師告訴你你應該點點的 我也是沒有的 我從小到大的老師都是老點的 我話說今集我就講西灣河鬼谷 聽眾就講西灣河附近 我就看西灣河附近的東西,我想一想之後突然火都來了 我心想,我以前在牛頭角讀小學 那時候還沒有冬睡 叫我去填學校填北角山上的東西 我想每天上學放學用了三個多小時 我心想那些老師是不是傻的? 無緣無故叫我去報那些學校,那麼遠的那些 哪有可能?老點到八個小時 你都沒有想過那條小孩怎麼上學那麼辛苦? 我就覺得那些老師是吹水吹到 吹到不抹嘴的那些 沒有認識那些老師 為什麼會誇區呢?真是很痛苦 他說誇區可以找到那些學校好一點 你又不看那個學生他本身小學的時候又不是很厲害 成績都隨便讀哪一間一樣 你只想要上學放學舒服一點 讀好一點,你又不是那樣東西來的? 我想說跟我小時候跟我講的道理,那時候我是不明白的 那時候我跟我媽說為什麼一定要入Band 1學校 寧願入Band 1學校最後那個 都不入Band 5學校考第一那個 他說真的你學習環境認識什麼人 你認識什麼同學是什麼? 你這個人將來會看什麼? 我就讀Band 5學校第一那個 因為我發覺有些朋友出來就說 你學校那時候沒有同學打架,為什麼有人打架呢? 我覺得我的同學很行,全部都很行 很行,不是開玩笑,根本不讀書那班就很厲害 全部不讀書那些都很賺錢 我想說讀書和賺錢是兩件事 我正在說學習環境 你不要騙自己了,香港人 讀書和賺錢是兩件事 你不是信求學不借求分數嗎? 老實,我當初讀的東西和我現在做的東西都不一樣 但學習環境,當你整班同學放學一起去玩 還是放學一起讀書,其實真的有影響 你以前讀的書,浪費了那些錢 你和現在做的東西完全沒有關係 那你就浪費了那筆錢,就是這麼簡單 是的,都是 你不讀,你早點出來做事就早點索錢 就是這麼簡單,其實就是這樣 也是的 硬要讀的錢,你用那筆錢來買樓 好,你現在罰得很糟糕了 叫你老爸老母 但老實,我沒有經歷過這個蝴蝶效應 如果我當時沒有讀大學,沒有過溫哥華 現在的我又是跟那些什麼我真的不相似 也估計不到 MK,不就是MK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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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 髒口成文那些 哈哈 是呀,給你一份東西,你不看 你不懂得看 什麼來的,大哥,沒事啊 中文,麻煩你,就這樣說這些東西 說這些 麻煩中文,麻煩你,說話 這些感覺 不是那麼奇怪 但是如果你把那筆錢買樓,你現在再投資下去 你現在得到的回報,肯定是幾十倍以上 是 是 反正不讀書,是不是 都不喜歡讀書 是呀,如果那個年代 讀你討論 讀你討論 根本你不喜歡讀書,一定不應該讀書 就不要浪費時間 浪費到老爸老母 你長大了,你就隨便找些東西讀 工聯會都很難多,大哥 給幾百元 幾難洩多 我有個朋友都這樣說 你這些子女不是讀書的 不要公開讀書 到時要她出來工作 那你怎樣說 你跟她說 老爸現在覺得你讀書不成了 你不要讀了 出來工作 我很多人說不出這些東西 今天講西灣河的鬼故 講一講西灣河的歷史 西灣河 西灣河真的很少去到那頭 回來了 西灣河好像很少去到那頭 你堅尼地省那邊 何來會走到西灣河 我小時候有 我小時候有去西灣河 讀中學 就說在北角上上學 那些同學在西灣河 收紀話那些 放學不在同學玩 那就是去這一區 想起都 火都來 今天有西灣河的鬼故 說少一些西灣河的歷史 西灣河 怎樣叫西灣河 跟河粉有沒有關係 應該沒有 西灣河跟河粉是沒有關係的 對 但先 西灣河 有沒有河的 西灣河有河的 有河嗎 有的 西灣河原來以前有一條河 由柏架山流到今日的大安街 然後經沙基灣 一路那條河就飛出海了 以前是西灣河村的 他當時人口統計 在1901年 123年之前 已經有人口統計 當地有420名居民 到了1909年的時候 當時有太古船 建了很多大型工業出來 有人在西灣河那邊 建了一些地方給人住 慢慢聚居了一大堆人出來 到了今時今日 其實西灣河人口密度不算高 西灣河 很少去所以真的不知道 這些就是早期 沙基灣 西灣河那邊的 我想是五六十年代 應該看過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照片 我很喜歡看這些 很有感覺 以前香港很漂亮 你看到就是那邊 這些英文書院 我真的很小的時候 都看到有這些存在過的 你知道甚麼叫英文書院 有甚麼分別 我不明白 英文書院 不是學校 補習寫嗎 這些不是補習寫 英文書院 有一班學生 讀中學的時候 讀書不成 讀書不成 社會 經常叫 一定要讀書才行 晚上有些學校 放了工 再去讀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很多人 爸爸媽媽都是大陸下來的 沒有甚麼學習英語的環境 又不懂得教你 很多時候可能差一兩科 英文不行 找工作做 各樣東西 就不太妥當 於是這些學校 改建出來 通常都是一些大廈 舊式大廈 他們就給你 晚上去讀英文 英文合格了 就可以報多其他東西來讀 我記得就是這樣 我那個年代已經沒有這些了 還有一點印象 好像見過這些英文的書院 很多錢的 如果你小時候 開這些學校 其實那班人 算不算是甚麼夜校的 算算算 是嗎 我都在想 因為一般的人 小型夜校 上班之後 一定是下班之後才會上這些 還有以前的人 他們不懂得說校字 學校的校字 他們不懂得說校字 他們說學字 這個伙計人不是晚上翻夜學嗎 你這樣夜學是甚麼 吃那些唐邊學 不是 翻夜學就是翻夜校 以前叫做夜學 學學聲的 就是這樣 好了 說了甚麼鬼故 這個鬼故 雖然我放的圖片是以前的 但是聽眾說的鬼故 就是現代的 大廈不能說 因為他有做的 他當時是一個 專門做商場會所 類似這些東西 大物業管理公司的商場會所 有一次就在西班牙區 有一個新的樓盤 當時他們就要招人回來上班 工作 怎知道一開樓盤的時候 已經有些怪事 那件怪事就是有一個女同事 就按電梯鍵 一按的時候 電梯鍵就 有火花彈出來 就燒了 很少有的 很少新的樓盤都這樣 怎知道有一個同事 就不知道 就像錄音那些 就跟他說 他說 這個地方 好像有些髒東西 你們沒有拜過 他說要拜才行 要不然就要有牌飯 然後他就跟場主說 有人可能要拜一些東西 有很多東西壞 你們拜不拜 那場主就說 隨便吧 都相信的 你買東西回來就拜四國 一起拜吧 怎知道 他說不拜猶志可 一拜完之後 就四處惹到很多油運惹鬼出來 第一個 太煩了吧 第一個他覺得有鬼 就是有一個同事 他本身就要回九個小時 但是請不夠人開頭 就回十二個小時 同事就說 我收夜晚 明天又要回追姦 他說我在那裡睡 他有些新開的樓盤 當時有些地方睡不到 他說隨便吧 你就在那裡睡 反正都沒有人再做示範 他睡了兩天之後 他就跟警察說 就是聽眾 他說很嚴重 他說睡兩晚 一晚被鬼窄 一晚被鬼拔了到地上 警察就聽他說 見他年輕人 是不是玩東西 也沒有理會他 他說睡覺的位置 就在頂層的兩三層 在頂層兩三層 他就不以為然 怎麽知道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幾天之後 又有另一個同事 就跟他說 那個大廈裡面的鬼故 他說有一次 就上去天台 就巡到上去 就順便在上面天台的位置 就吃一吃煙 有一個空間 怎麽知道他在吃煙的時候 突然之間 四野無人 是靜到爆炸 有人叫他的名字 例如他叫他阿奇 阿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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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叫他幾次的名字 他當時立刻無管動 就落到下面 然後他落到下一層 搭電梯的時候 他入電梯 就聽到啪一聲 很大聲 好像有人用東西 拍到電梯上 一聲拍下去 他就四圍在這裏 看就死了 怎麽事呢 突然之間他見到其中一個玻璃 有一個掌印在裏面 是之前沒有的 可能同事清潔 清漏了 突然之間走出來 都沒有說很介懷 怎麽知道 隔了幾天之後 又有一個同事 那個同事本身 就做開醫院 轉過來做物業 那個女同事 就回通宵 回了一兩天之後 他就跟聽眾說 我可不可以轉去他們的地方做 樓盤做 為什麽呢 因為這裏有些恐怖 我們先回來 他說有些恐怖 他說晚上的時候 一樣 上去天台的位置 有人叫他的名字 他說不是一次 兩三天都是這樣 他就有少少害怕 後來他直接 落樓下那層搭電梯 上次那個人就聽到有人拍電梯 啵一聲 他見到林山電梯門的時候 外面有個白影飄過來 白影 他就嚇到害怕到爆 落樓下的時候 直接坐了半個小時 都未回到魂 他就直接不敢晚上在這裏 他就問做夜晚不是怕夜晚 可不可以在那裏做 因為他以前做醫院都未試過見鬼 為什麽這次 在這裏第一次見鬼 就真的很想去那裏做 後來有另一個同事 又出事了 同事有一次就要去更衣室 就去更衣室 就要開燈開城 他當時 明明進去的時候沒有人 一開燈就見到有個阿婆 坐在裏面 他是男人 要開一輩男女更衣室 有人在那裏 就立即退去外面 就落樓下 叫他開了燈了 為什麽叫阿婆 還得還失的就落樓下 落到三樓 他在那裏有個公園 他在三樓的時候 就去廁所 又要開燈了 他突然之間 就洗了一手 就一聲 天花裏面那些蓋 可能假天花就掉了下來 差點砸傷他 哇 是不是有老鼠經過 掉了下來 這個世界有時就這麽巧合 當他回到外面的時候 一出去就見到剛才那位阿婆 他就心想 也不敢叫他 也不知他是人是鬼 他心想那位阿婆就弄固他 他有什麽理由那個老婆 看天台的更衣室 無緣無人坐在那裏 接著我到樓下廁所 他又有一個廁所在外面 他就覺得那個是鬼 也不敢叫他 他就想打死我 他就說這間公司的 靈體不是一般靈體 是有少少傷害性的 有些人會令到你弄傷的 有一次有一個保安 保安是否有新名的 是否叫保存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 有這個什麼 保安有些新名的 現在不是叫保安的 為什麽叫保存 我不知道是物館還是什麽 總之我那天聽人說過的名字 物館 我真的是物館 我問他這是什麽來的 我真的問他這是什麽來的 大廈 即是保安 物館和保安是不同的 是嗎 不同的 那是兩件事 是嗎 那又是什麽 我真的不醒不醒 我的新名詞 然後那個人是一個保安 他有一次就這樣 他就收拾東西 就不知清潔下樓梯 突然之間 在玻璃門走出來 準備下樓梯 飛了下去一層 掉下去整層 肋骨斷了 卡拉卡就進醫院 那些人就問他 卡拉卡拉那些嗎 總之有人拉他的腳 一出的時候 有人一下子拉他的腳 他就飛了下去下一層 當時就說 有人拉他的腳 那些保安就說 不要緊 有人拉你的腳 我幫你看CCTV就可以了 你出來的位置 剛好那裡有閉路電視 於是他看閉路電視 那些保安都嚇一嚇 真的他無緣無故拿著清潔用品 走一走 好像有人拉他 他整個扭到前面 所以他整個飛了下去一層 才斷腋骨斷正 後來全部在做事的人 都在不同程度遇到鬼 然後那個Head就問一個 只有一個人沒有撞鬼 只有一個人沒有撞鬼 他問他為何個個都說撞到 只有你沒有撞你那麼厲害 平時是否殺氣大 腳毛長上鼻 我猜他本身有陰謀眼 所以不怕鬼 所以他們看到的東西 他都覺得很平常的事 其實他也看到的 不過他不說話 適合一半 適合一半 他說那個人曾經也遇過一次 他還看到是很激 但他平時延文延母 我殺氣大 屎乎無生上鼻 類似的東西 就不敢跟別人說 見過鬼 因為他平時延文延母 說自己不怕鬼 又什麼什麼 誰不知他一問他 他就說出來 他看到那個版本 就會恐怖一點點 他說原來有一次 他也在那個樓層那裡 就經過那個門口 就看到有一個紅色衣服的女人 就站在那裡 可能是人來的 他一看下去 就一定不是人 因為那個女人 是經過那棵牆 和玻璃門 穿了過去 正正他看到紅色衣服的女人 那個位置 就是剛才那個保安 掉了一層的玻璃門 那麼巧 後來就真的不太對勁了 大家都想想 不如找人請神像回來 震一震吧 他就請了某一個神像回來 他也叫不要說 免得別人猜到哪裡 就某一個神像放在這裡 然後那些同事 真的好像薑絲先生那樣 喝符水 之後才沒事 沒有再出現過 沒有再出現過 那地點你想知道我一會兒告訴你哪裡 好好好 私下 咪後說 咪後告訴你哪裡 好好 引起我今天就找一些那一區裡面的鬼故 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另一個鬼故就是關於泳池 這個就是我上網看到的 話說有一個人 他就做救生員 在2000年前的幾年前 即是97、98年的時候 他當時有一個大廈 就在砲台山附近 當然跟西灣還有一段距離 我也是說那一段路一帶 我想天后砲台山北角 跟著沙基灣都是那段路 當時他做了一座大廈 那座大廈是很奇怪的 他說如果你要檢查都會檢查到的 他本身打算建酒店 建到差不多 不對勁了 不建酒店了 就變了商業大廈 所以有一段時間 是的 我回來了 真的是的 他收入大廈 突然變成建酒店變商業大廈 那裡有一段時間 有泳池 那泳池沒有什麼人使用 但也要請救生員 就請了兩個 就是for building裡面的泳池 不是公共泳池 是for building的泳池 那幫人用的 其實挺有趣的 他本身是住人的 所以才有泳池 現在變成商業大廈 有一個泳池也挺有趣的 可能改了一半 以前很流行的 多少樓到多少樓 是酒店來的 住的 幾層幾層就是商業大廈 是 又很流行的 例如下面是商場 然後上面是住宅 或者上面是商戶 也有 然後他有兩個人就做救生員 一個A 一個B 大家可能是七點半到六點鐘才算 他明知沒有人 他就商議 不如這樣 他說我們不用兩個一起回這麼早 他說我們自己互移時間 可能我回七點半 你明天就回十點 這樣 即是沒有人的 一個人看完 我們就不用這麼辛苦 大家說好 總之 到其中有一個 例如A比較年輕 B比較老 A的有一天就上班 上班也要打開女更衣室 男更衣室的熱水爐 以及一些電燈 他進入女更衣室的時候 通常都會敲門 雖然還沒開 但怕有人從早水進來 可能在換姨媽筋 你無端衝進去大領落 是不是 是 人家進去大領落 二馬筋很嚴重 然後他進去 敲門沒有人 但到他走到一半的時候 他說有三格廁所 突然聽到有一格有人沖水 那一格突然有人沖水 立即退出來 但很奇怪 等了一陣 都沒有人出來 沒有人的 然後再喊 喂有沒有人 救生員要進來 你不穿衣服 我進來了 你不穿衣服 然後 然後 這次 閒片情節的聲音 那麼壞 是啊 那些 草查理那些 以前可能是 那些 草查理那些 其實是 那些 庚醫生在裡面 一進去人家兩秒鐘 換完了 我先進來 會不會換完 搞錯 然後整條休息精 那些 摁住 無緣無故 然後無故弄個 五萬達的 裝 那些 那些電影 真是流浪 後來他就 入座入去裡面 真的一個人都沒有 然後 他就每一個 那些刺隔 都推一推 有沒有人 當他推到其中一個刺隔的時候 裡面很大聲 有力 推回來 一聲就推出來 糟了 然後 真的沒有人 剛才見過 他又裝過地下 是沒有人的 然後 他就 在想 今天怎麼這麼奇怪 還有什麼事 他在想著 突然間有一幫女人聲 在沒有人的刺隔 但是有力 推出來 就在那裡笑 他笑了幾聲 那就 糟糕了 就知道有鬼 想都不用想 是有鬼 就馬上出發去外面 然後 就趕快開 另外一個partner 還沒回來 只有他一個 沒錯 喂 你馬上想這些事嗎 你知不知道 找人陪了 大哥 你知不知道 我看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覺得很真實 他真的心想 他馬上出南更衣室 隔了一會 就打給他的同事 阿B先生 比較老 真的是老屁 你回來沒有 我已經很害怕 我真的沒有想過 打給同事 要去到這位 我心想如果給我 去曬太陽先 在外面 是不是太陽這麼猛 七八點 我會叫他馬上回來 雖然都是日頭 但都有點貓 還有泳池 很多水 有陰性的地方 我覺得是容易惹鬼 然後他就很害怕 同事還沒回來 然後就不停地定驚 到了同事還翻眼了之後 他就回來跟同事說 他說 喂 那間房間很糟糕 有個女人在笑 他說真的很害怕 撐回門出來 然後他同事是老爺 他就在說 他說 我知道 我知道 他說 有時候等你早上 看你撞不撞到 撞到就告訴我 哈哈哈哈 他就說 搞錯 這麼鎮定 現在才撞到嗎 你肯定那些 他說 我幫你這麼久 經常撞到 他說 你不就好 他就跟你玩一下 跟你推一下 對門笑兩聲 他說 他不拿頭出來給你看 你撿到 那B那個其實應該有些故事經歷說 有嗎 有 他說 不是真的嗎 真的 他就說 真的 不過我不怕的 我舔過東西 不過我平時有 我平時有敲經念佛 我就不劣 這樣就跟他說 哇 但可能是吹嘴 但最後真的見 老一些那個是見到 連個頭這樣 應該誇張一點 有時候在廁所上 拿個頭給你看 嘩 有些人吹 他說說不怕 到他真的的時候 就腳軟了 我覺得 大年紀的人 都是 鎮定一點 你不會 跟那個年輕人說 嘩 好害怕 沒事的 小事 我覺得是這樣 是因為年紀的問題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又未去到那些年紀 如果去到那些年紀 是不是快要死 不怕鬼 我真的不知道 我純粹覺得 他老一些的面子 比較重要 不想表露得太害怕 覺得輕描淡寫 是不是 我覺得 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見到 有一個影像 那個人可以 不是電影 不是投影機 的裝置 不是3D投射 是有人拿了頭出來 仰來仰去 你是不害怕的 我覺得沒有人會是不害怕的 超自然的事情 你對 哪有可能 你對 你有沒有這麼大 你有沒有這麼大 舉例 你在餐廳做事 突然間 那個人 誒 伙計麻煩寫東西 你下課的時候 吃什麼啊先生 那樣 我頭脫了 幫我看看我吃什麼 你不怕 沒有啊 膠水黏 沒可能 我明白我明白 肯定飄料 嚇到 我明白 越說不怕的人 就越怕 你分析不了 你越說不怕的人 都是的 例如我 我經常都不怕 不怕 當我見到那個人 都很害怕 怎麼會不怕 都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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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女兒 拿了頭來梳頭 晚上 你見到 有什麼很害怕 人頭梳頭 都不怕 怎麼知道她做什麼 她一會兒 拿了你的頭來梳 不是乃世 對不對 不奇怪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兒 回來第二節再說 休息一會兒 好